在电影监狱风云中 张耀阳饰演的典狱长熊哥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阴狠霸道 完全不把犯人当人看 因为他曾在社会上被几个混混打过 所以他痛恨所有犯人 然而在现实中的美国监狱 却有着不一样的画风 短短16个月内 至少有30名肯塔基州狱警 与囚犯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有一名缓刑官甚至怀孕 这一系列丑闻 由来自肯塔基州的本地媒体所曝光 我为大家梳理了极其典型的案件 首先在美国的监狱中 管理人员被称为惩交官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狱警 惩交官负责监狱中囚犯的看护 监护和治疗 为了便于理解 以下统称为狱警 今年2月份 警方指控42岁的阿曼达·库尔卡 犯有三级击奸罪 调查人员称 库尔卡与一名年龄 只有他一半的囚犯发生关系 该囚犯因入室抢劫 而在狱中服刑 另一起案件 39岁的斯塔·福克斯犯有三级强奸罪 他是里昂县肯塔基周立监狱预警 被同事发现和囚犯发生关系 目前已认罪等待4月份判决 福克斯对调查人员说 双方是自愿的 是囚犯追求的他 但根据法律规定 预警不可以和囚犯发生关系 在这起案件中 缓刑官爱上了他看管的犯人 2023年 欧温斯珀勒的一名缓刑官 竟和自己看管的犯人同居并怀孕 他开始用肯塔基州犯罪管理系统 来了解有关他男友刑事案件的信息 目前这名官员已被解雇 预警们不守规矩 牧师也不闲着 56岁的托德·史蒂文·波伊斯 时任摩根县东肯塔基监狱牧师 他被指控鸡肩和性虐待 受害人在诉讼中称 波伊斯曾吹嘘 以前就有其他囚犯指控过我性虐待 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你也可以去告我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这起案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审理 另外还有至少14名承交人员 因向狱中走私毒品或违禁品而被捕 詹姆斯·威尔斯是一名监狱顾问 他也是前俄亥俄州监狱预警 他在分析肯塔基州监狱的问题时说道 在监狱中 预警可以完全控制囚犯的生活 他们决定你是否能获得卫生纸或牙膏 当你和这些掌握绝对权利的人打交道时 除了你的身体之外 也没有什么能讨价还价的了 那么你可能会被迫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还有一点 肯塔基州监狱的预警 没有和囚犯保持适当的距离 同时肯塔基州一直都面临 承交人员不足的问题 根据肯塔基州承交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1955个职位中 有1038个职位短缺 所以在职人员不得不加班 有时一周需要工作72个小时 有些囚犯就会利用这一弱点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注新鲜社 收看更多有趣事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